你 这样 别进去 我看看 我现在打个电话啊 我现在打个电话 喂 刘叔 这就是你说的 住的地方 可是 可是这是仓库啊 好吧 那我自己想想办法 行 谢谢刘叔 要不还是算了吧 咱走吧 挺好的呀 你看 这儿有电视有电风扇 还有冰箱还有洗衣机 这原来是保安宿舍 后来保安宿舍取消了 就变成仓库了 这儿唯一的好处就是 离公司只有三站地 进 对啊 这地理位置又那么好 面积那么大 你看 那还有个开放式的厨房 要什么有什么 这种条件在上海 起码一个月三千 三千 就是设施老旧的鞋 而且卫生条件有点差 还没有空调 没有空调得扣五百 不如我收拾收拾 就当是给公司做一次保洁 这得扣一百 这一个月两千四的房子 免费让我住 我捡大便宜了 我的天哪 你至于吗 算这么清楚 挺好的 来吧 干活 定了 定了 就 就这么定了 我的天哪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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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这搬上去 我的小窝窝 来 来 好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问 你为什么 一直不告诉我 你们家有这么大一个公司啊 我采访你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突然有一种 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感觉 你无聊 不开玩笑 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之后 因为咱们两家 家境悬殊太大而产生退缩呀 退缩 你想退哪儿去 退哪儿去 我都给你逮回来 说实话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平时就不喜欢这些 我是我 我妈是我妈 公司是公司 我从小就分得清这些 只是在别人眼里 我沈红 永远都是 暴发户的儿子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永远摘不了这个标签 所以我干脆啊 就离这些事情越远越好 免得到时候人家说我 审核取得什么成绩 就是因为我有个好妈 那你这次为了我 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啊 为了你呢 我什么都愿意做 对了 我们快成同事了 但是 但是你先听我说完 我这次呢 是从底层做起 不是都决定回去了吗 为什么要从底层做起啊 你忘了你说过那句话了 不平等的关系 是永远不可能长久的 但是我想跟你长长久久 从现在开始啊 你可别把我当成什么 沈家大少爷 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跟你一块儿过 好 说说了那么久 是不是有点饿了 我们吃小龙虾吧 干吗你要叫外卖呀 贵死了 叫个外卖 小龙虾 蒜泥的 十三香的 我给你做 我给你做好吃的 你等会儿啊 你等会儿 我想吃小龙虾 你好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我找刘总 您有预约吗 预约好了 好的 这边请 你们家公司这么大呀 整个食物团 都是我们家公司的 刘总 来 这位先生找您 刘叔 好久不见 刘叔 没再忙吧 好久不见 小伙子又变帅了 刘叔 您瘦了 还如此有魅力 我本来给你准备点离物 我拿了 小伙子还那么甜吗 你的同学 颜小辰 对 欢迎 来 这边请 坐 坐 我看过你的简历 刘叔 那你们直接面试 要保持吗 不用 你的同学我还不放心啊 你说得很优秀 又在MG实习过 面什么事啊 谢谢刘叔 那刘叔啊 那个 他去哪个部分呢 对了 他英文特别好 英文啊 去 对了 刘叔啊 他那个不太适合干铁这活儿 去朱棣那儿 谢谢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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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你的同学 我肯定人尽其才 那臭小子 好 晓阳 现在带你去见任朱棣 走 走 真的不用再面试了吗 以你的能力 肯定能通过面试 也就别浪费时间了 对了 我跟你说一下 你一会儿要见那个朱棣啊 她是我妈高薪聘请过来的副总经理 会很多国家语言 而且是国际贸易部的主要负责人 你跟她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别小看我们刘叔啊 和官方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啊 她一出面立马就解决了 对了 他们俩之前闹过矛盾 朱棣刚来的时候 对刘叔很不服 但是呢时间久了 同在一无言下 所以也就没事了 你懂的 你都没来过这儿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我天天在家听我妈念叨呀 到了 到了 加油啊 朱棣 小王 这次公众商资料给我看一下 在我那边 还有公众商那边 目前有什么消息 好 现在去联系 刘总来了 刘总 介绍一下 小妍 这位是国际贸易部朱总 朱总 朱总好 严小晨 大学刚毕业 孩子外语很好 你看她能做点什么呢 我怎么不记得 我面试过这个姑娘 喂 帮忙要什么来的 我还以为是我太忙给忘了 帮忙接个电话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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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佑 我们收到新鲜的新鲜 但你必须再送它们 对不起 朱总 好 朱总 这边有个文件 是对方刚传过来的 那我就去 好 朱总 小香 带她去那边公布 好 跟我来吧 谢谢朱总 谢谢刘总 刘总 就算是您的朋友 也要三个月顺利休 那当然 也是新来的 新来的销售 你要多提鞋提鞋 朱总好 以后请多关照 嗯 施培 忙 你好 是的 是的 我们可以送你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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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 谢谢刘 谢谢刘总 有事找刘总 走了 对了 哈啰 大家好啊 那个我叫沈豪 您可以叫我小沈 好好好 来 哈啰 好好好 小湘 哎 帮你收拾一下 哦 好 这个你好好看看 刘总说 你外语不错 但干我们这行 只会日常外语可不信 凭此备熟 把我们跟我们交流 哦 好 好 咱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Zoe 你不知道啊 这是公司的品牌吗 什么都不知道还没上班 五百九十九 真假的 他们店全场三折 全场三折 不 不不不 是是是是 这是全场三折 新的开始 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 加油呀 有什么事让程总这么开心吗 算是吧 算是吧 看来程总是那种 会因为别人的开心声 而开心的高尚人格啊 你该收到哪儿了 MG 合同的细节都已经敲定完毕 什么周期啊 马上 约好了吗 约了 几点 我又不是你的秘书 去问你的秘书去 不是你约的 合同的签约时间吗 问你的秘书喽 继续看你的朋友圈吧 来 来 来 干吗 你要干吗 你 我就想亲亲你抱抱你 你说咱们俩现在这样 像不像是办公室地下恋情啊 如果说在下次开会的时候 我们在会议桌下牵个小手 岂不是很刺激 你要以后动静这么大 被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看你怎么偷偷地牵小手 不会的 来 对了 商务怎么样 那个朱棣 有没有为难你啊 人家是领导 我不过就是个 出来乍到的小虾米 他为难我干什么 只是我早上 把公司姐姐全看完了 原来桌椅是你们家的牌子呀 朱棣让你了解我们公司信息呀 这事你得问我呀 我告诉你就行 我们公司呢 服装主要分为两大类 童装和女装 女装呢 主要走的是高端轻奢的路线 童装主要覆盖的年龄层次 是零到十六岁 准确地说是婴儿装 童装和青少年装 我们的海外市场 遍布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 还有欧洲的几个小国家 我还告诉你啊 我们公司呢 全国有十二家工厂 五家大型贸易公司 光装卖店就有三百家 零六年上的是 这也算是 中国元素服装品牌的领头羊 这么厉害 所以你对你们家公司挺了解的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妈天天在家说 所以上次你让我陪你去买衣服 就是为了让我去你们家店里是吗 你才知道 我以为你挺聪明的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儿 身为你男朋友的我呢 是不是全世界最帅最有魅力的男人 你还不赶紧给我一个拥抱 喂 臭猴子 你也不知道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 新生活的烘焙蓝图怎么样了 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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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细节就不跟你说了 省得你啊羡慕这种狠 你少跟我装算 我还不了解你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告诉你 你必须得请我们几个到你家坐坐 不是 你想喜结我家呀 喜结你家有什么意思啊 那我的意思不是得让嫂子 对不对 做两个好酒好菜 招待招待哥几个吗 我的天哪 你不是吧 为了吃顿饭 连嫂子这个词都叫出来了 那必须的 这嘴必须甜啊 我跟你说真的 那蕾子和超哥 对不对 一个出国 一个去北京了 再不拒 咱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着面了 行 那我回头问问你嫂子 好嘞 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跟我 好嘞 那就咱四个男的多没意思啊 对不对 你得让嫂子 把她那帮朋友都叫出来啊 要不然我们几个 一晚上静看你俩撒狗粮 我们一年都不用吃饭了 行行 没问题 没问题 说定了啊 够了 周末赵雨桓他们想来咱那儿聚聚 要不你把你们宿舍那几个叫上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切吧 没事 我可以的 你这样切会切到手的 没事 你 你慢点 你看嘛 我给你拿封门的啊 我是不是一样打扰你们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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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手切坏了 你看我来的真是刚刚好 你最爱吃的香肝 就是多吃啊 我去把你管了 我去把你 питaging了 这个你都拿出来 我去把你ank celebrated 这地儿还真不错啊 有点意思吧 可以啊 我说你们三个 能不能懂点事啊 知道什么叫天宅吗 你们就好意思空手了 你沈大少爷家大业大 还差我们这儿去吗 我差 我老差了 那个 看好什么的 咱一会儿带走啊 你们女生宿着其他人呢 怎么就为同一个呀 幸亏今天得工作 对啊 就为同一个人多没意思 吴倩倩呢 倩倩 我好久没跟她联系了 这么多菜 可以了 不用再炒了 再炒七八个菜也够了啊 还有几个 马上好了 快来吧 快速 等会儿再吃啊 好 您好意思啊 好喽 开战了 我有啥不好意思啊 您挨着我不好意思啊 你给我起来 好意思吗 你什么故事 你插着一会儿嘛 你 谢谢 我跟你说啊 今儿 我总也不亏 来 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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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口 我先说两句啊 首先呢 庆祝咱们大学毕业 祝在座的各位啊 前程赐紧 好官方 好 好 学生会主席 接着 我们要祝猴子跟颜小辰 恭喜他俩 终于找到了 人生的灵魂伴侣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啊 祝你们啊 从今往后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好 来 好 一二三 走 我的天哪 那个小詹啊 那个什么 长嫂如母 我提一句啊 那个 来 母亲 别闹别闹 那个 之前我有很多 做得不对的地方 希望你们不要怪罪我 以后他俩不再上海了 我在 有什么事跟我说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好不好 敬你一杯 上尾个 来 喝点干嘛 少喝点 好 好 漂亮 漂亮 来 吃完我的青春 来 一起走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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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高科开心了 你别装气了 你知道吗 我在网上看到 就是有人说 大学毕业以后啊 同学之间就会走得越来越远了 因为毕竟大家都有了新的交际圈子 联系你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要结婚了 要多收一点份子钱 找你去了 再一种就是 他转行当了微商 要要卖东西给你 这也太坚实 太无聊了吧 对啊 不过你放心 我不是这种人 就正因为你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所以你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的 为什么呀 我那儿不一样 你呢 你是那种看上去呆呆木木的 但是接触下来啊 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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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属于那种 表面上对八卦毫不感兴趣 但是只要有你感兴趣的点 你那个嗅觉敏锐度啊 可比一百个流行会都厉害 所以我觉得你是跟内外反差很大的人 是 颜小辰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原来你除了赚钱和谈恋爱之外 其实你对周围也是观察细致如微的 那你既然这么了解我 你为什么还觉得我不会来啊 这之间有什么别人关系吗 这之间有什么别人关系吗 因为我对你感兴趣 你得了吧 我 我有审核 真是 我就是 什么 对你谈恋爱感兴趣过来围观一下 你对我谈恋爱感兴趣 那你还不如回去多看点偶像剧呢 一转眼啊 大学四年就过去了 是啊 最经历的都经历过了 就去个姑娘了 你这宅男不配拥有爱情 大家都是狗 何必狗咬狗 你才是狗 那谁呢 咱们宇春在追求爱情的路上 还屡战屡败呢 我屡战屡胜 你连战都没战好你遗不遗憾 你绿爱 我那是不轻易出手 我要是一出手 姑娘就想走 我见过谈恋爱 特别傻的 特别嗲的 但我没见过你这样的 我怎么了 像变了一个人 我哪儿变了 我一枚枕容 然后再一个我穿的 也跟原来都一样的 但就是变了一个人 从苦大仇深 然后变得张气蓬勃 你经历了多少回张婷吧 我原来 确实是因为心里压得太多的事 活得比较累 明明刚二十出头 就感觉生活看不到希望 但是 直到谈恋爱 有的时候出现 你知道吗 只要我一不开心 他就会来哄你 而且会让你特别快乐 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你的世界 你懂得弄开心吗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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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帅啊 你们俩聊什么呢 快下来啊 你这大学四年怎么也不谈恋爱啊 我就那个样子嘛 再做两年乖乖的学生 然后 你不忙的时候可以来教育馆 反正我平时还挺闲的 别插开话题 我跟你说啊 大学期间谈恋爱 至少也算一种值得尝试的人生体验吧 我觉得赵与环冬边文潮 他们虽然人看上去呆呆傻傻的 但是人挺好的 你对他们没感觉吗 我 我傻呀我 余生 那你没事啊 你是不是 看着胃头了 我们在聊什么 我的择偶标准啊 必须啊 肤白 冒昧 还有大肠腿 我能有那么露吗 真是 别管了 别管了 他喝多了 时间给我辛苦啊 从今儿晚上开始起 咱们以后都搁奔东西了 超外雷的 你们一个北漂 一个马漂 以后记得多回来看看我们 必须的 马漂是什么呀 马漂就是去马来西亚 这你都不懂 我还学霸呢 你看看你是有 你再看看你 我怎么能 我也帅气且优秀 人家都奔前场了 你问什么了你 我奔向世界顶级赛车手 舒马赫就是我的模板 打住 上车了 上车 上天了 上天了 事在人类 你好自为之啊 你都拿万钧子 拿万钧子 那先不你挨个刺你们 来 混账 来 咱们啊 不管奔向哪里 咱们的未来 都是星辰大海 你徐的 你徐的 我刀亮了后面 我刀亮了 雨晨 你不至于吧 其实大学毕业是一种气氛 因为再也不能说开学界 而弥漫着一种 对未知的不安 在这样的不安里 因为有沈侯 我很心爱 人生中的这一章节 已经写完 沈侯这道阳光 在大学的第一章 破云而出 至今 闪耀我的此时此刻 爸 我想陪着他 去经历未来的 星辰大海 你快点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 怎么每次都是他 不好意思 我就是说打车嘛 我就是说打车嘛 坐公交车实在太折腾了 其实我跟你说啊 坐我那摩托车去上班 这没那么高调啊 非得挤什么公交车啊 黑山路芙蓉江路到了 请下车 开门请当心 走走 走 借过啊 就这儿就这儿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明天我们继续坐公交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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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抱 跟你说 绝对到不了 那你扶我了啊 嗯 放心吧 交给我啊 扶住我就行 好 十五 十五 没站稳 好 说实话 要么咱们在公司楼下租个房子吧 实在太折腾了 公司楼下 多贵啊 嗯 不贵啊 最多也就贵个一两千吧 一两千不是钱 朱总 进来 朱总 文件已经复印好了 你没看我就忙着呢吗 同事有需要帮忙的 你不能去帮一下 大家午餐定一下 你给娘 小萧 你有什么需要帮你的吗 你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个人能力不够啊 你要个人能力够的话 你也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嘛 朱总让我帮大家定中午饭 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就跟我说啊 那怎么好意思呢 看我的工作呢 那我想吃米馅 多加豆腐酱啊 米馅多加豆腐酱是吧 我要牛肉饭 只要牛肉不要饭 我要楼下那个陕西粮皮啊 给我多放点辣和醋 对了我就应该减肥 所以你刚才说 给我少放点黄瓜 多放点粮皮啊 少放黄瓜多放粮皮啊 你应该是少放粮皮 都放黄瓜吧 你给麻辣酱锅 两分米饭 麻辣酱锅 对对对对吧 好 谢谢 牛肉面不要辣椒 牛肉面不要辣椒 谢谢 牛肉面不要辣椒 好 牛肉丝带焦饭 什么东西 鱼香肉丝带焦饭 鱼香肉丝带焦饭 好嘞 好嘞 公司公布了去美国吃银生的名单 已经发到公司内网了 这么快了 对啊 倩倩 你不看见我们有自己的名字吗 是啊 倩倩 这样 我们一起看 拿一手一起看 对 就拿你的袋吧 奶奶 来 倩倩 我这儿有份文件 请您过目一下 部长 倩倩 我正好要找你呢 你先去忙 好 一会儿再说 好啊 部长 我有个事要问你 我正式地通知你 你别开除了 你们啊 为什么呀 我要求公司给我个解释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 只知道是上层的意思 上层 上层 上层谁啊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 虽然很遗憾 但是 这是没办法的事 陆总好 陆总 我要求知道 我被开除的原因 品行不断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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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什么事 怎么了 都没事 带着吧 回去工作 好 走走走 快走 走走走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 如果你也能让陆总 对你有特殊的换成 那么我相信高分数 和去美国的机会 同样也会是你的 好的 六总 柏黎是你的客户 我一定会让你的客户 兵之如归的 大家听我说 打仗的时候到了 英国柏黎公司的客户 就要到了 这是一场硬仗 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 签订这份合同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谁 刘总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吗 下午去接一下客户 这些客户很重要 一定要能逼付贵 好 你去哪儿啊 我去机场接人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你部门不忙吗 哪是不忙 那不行 你回去上班 回去回去回去 晚上见 等一下 等一下 接人怎么得 有个举牌的东西嘛 对吧 谢谢 人太多了 拜拜 好好工作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求助 外籍客户上海两日游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游览个故居板 或者说是 世博会的主管管 什么叫上海 和平饭店绝十八 一副舞台 喂 是要招待国外的客户吗 对 我刚才查了一下 您给我推荐的 这两个地方 都不太好订位置 也不好订票啊 很重要的客户吗 是的 你才刚进公司 就把这么重要的客户 交给你啊 我就负责接待 毕竟接待也是 拿下合同的第一步嘛 理解正确 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晚餐 还有晚餐之后的活动 还有明天一天 是 这么急啊 那美术馆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可以帮你要到 明天一副舞台乐剧的票 你看这样行不行 把美术馆和乐剧安排到明天 今天可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 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贵人 可以帮你要到不错的位置 你们总共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好 晚饭的话 我一会儿回给你 好 喂 喂 吃饭的地方我也帮你拼好了 一会儿地址发给你 那家餐厅是不是很贵啊 反正沈家负的提前 今天的事情很突然 我可以临时帮你出一个方案 但如果以后 你长期负责接待工作的话 这些基本社交是避免不良的 好 记住啊 你要掌握上海的吃喝玩乐 陪客户吃好喝好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心里一定要補养币 甚至補养币 记住 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好的 谢谢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你 好像什么事情 都能搞得定一样 要真有那么神机就好了 陈总 好 我挂了 先忙吧 好 再见 陈总 这里 这里 忙挂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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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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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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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这边请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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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稍后 谢谢 你好 好 好 给我刀和茶 好 好了 谢谢 我的天 不 你可以用这个 我可以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对不起 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 真的吗 对 对 你必须要买至少半个月 在前面 好 你怎么办 这是一个秘密的 啊 就是这个 tofu 嗯 小米 好 好 对不起 嗯 不是一个人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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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会尝试 嗯 好吃 哇 好 我们现在去到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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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好 这是 商量的金融区 哇 这种风格很不同 他们建立了 在不同的地图 他们叫 国家建议 他们在 历史上 城市 城市 没有建议 工最组 很不错 每几周年 市enda employees 热灯 国家建议 李李 什么 我心里 能做得好 什么 是 李李 我 我们去接近的国际医院 师傅 我们去接近的国际医院 师傅 好 好 病人三十六岁 心脏病十八年 五年前刚刚做过心脏半膜修复手术 刚才在八点十五的时候 有心率过快 吃了醋酱就今晚 现在情况有所缓解 好的 我知道了 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 好 好 谢谢 我需要莉莉的手续 好 别担心 相信医生 好 好 你好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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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胡建青 谢谢 莉莉的账币 快点快点 全都已经下降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知道莉莉的医院历史 你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必须记住 医院历史的需要 医院历史 保证 保证一下 全都很好 我非常感到 你的公司的服务 真的 谢谢 别担心 已经没事了 但是需要多休息 再住院观察一天吧 好的 好 好 谢谢您 全都没事 她只需要休息 喂 喂 听司机说 博力的客户突发心脏病了 对 但是我现在都解决了 那你还在医院吗 这累坏了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打车回来就行了 你等我啊 可惜您说得太迟了 怎么样 好久没见到她 是不是觉得她特别帅 还是我小侯子比较帅 还是我媳妇会说话 上车 好 拜拜 祝总 进来 你来得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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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博力的贵文打了电话 要求你继续接待他们 这样 一会儿你去买树花 趁他们还对你有好感 把我们的设计稿带去 好好推荐一下 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合约 明白了吗 好 没问题 明白了还不快去 周总 这是昨天晚上的医药费 交给小肖财务会给你包的 那 这买花的钱 你真 不好意思啊 我对不起 我可以在下周会讨论 你有什么设计 这种风格设计吗 我希望这些衣服更简单 比较多 和国际的风格 我知道 但是它总是中国设计 如果这些时间 没有改变任何事 我们不能再接触 社交联系 您好 您能一会儿麻烦您帮我 把这书花送我1012病床的病人吗 行 那可以可以 没事 好的 谢谢啊 徐总 设计稿送到了 然后是什么 没有 那你还不快点去送 是这样的 朱总 我刚才在送设计稿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 伯利那边的对话 他们说 如果我们这次的设计稿 还是中国风设计的话 他们就不和我们再去运了 朱总啊 我知道这次的设计师是卓元 我这儿也有她的地址 如果我现在去拜访她 我请她再重新修改一下设计稿 可不可以 严小辰 你别胡闹了 下周就要续签会了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你觉得能修改得过来吗 而且卓元的脾气很怪 我们都搞不定 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搞定吗 不是 如果这样下去 他们不会跟我们再续约的 我现在趁还来得及 我去找卓元试试可以吗 行 你想去就去吧 但是我告诉你 你卓元的脾气 能跟我们公司合作到现在 已经是我们极力维护的结果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沈猴只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门 是否可以在深思立足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老脸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你证明自己的绝佳结果吗 喂 喂 刘总 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这个事 可能需要侯总亲子准备才能解决 老脸 应该是 你好 周先生 你好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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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跑哪儿去了 你好 您是卓越先生吗 哦 你是 哦 我是周一的国际贸易部工作人员 哦 你是 老孙 卓先生 是这样的 您这次的设计稿呢 是要和英国博力公司一起联合制衣 我知道您一直都是做的中国风元素的设计 而且在国内广受好评 大家都非常喜欢 但是这次博力公司呢 跟您的设计理念稍微有一点点出入 他们想要再偏国际化一些 对对对 所以我就过来找您看看能不能咱们从中间找个平衡点 想让我修改我的设计方案是不是 不可以的 侯若真一开始找我合作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设计自主权是我的 你们修改一丝一毫我都不接受的 不可以接受的 可是 没什么事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这儿很少来外人 只有你在这儿待时间长了 我怕惊吓着我的老孙 老孙 老孙 老孙跑哪儿去了 老孙 早安 好 早 好 颜养晨 刘总早 过来一下 主席 朱总 您找我有事吗 修杨 你昨天 是不是自己去找朱元了 但是卓先生他还是没有同意修改设计稿 我打算今天再去一次 你可千万别 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 卓元直接给公司打电话 专门投诉你 投诉啊 为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你把他家猫给吓丢了 叶小晨啊 你刚来公司 还不了解情况 这个卓元 几年前老婆突然去世了 只留下一只养了十几年的老猫 他叫老孙 他和他老婆这么多年没有要孩子 这几年一直是这只老猫 陪着他生活 这几乎算是他唯一的伴 结果你这委屈 你把猫给吓着了 从你走后 猫就找不见了 跑堆了 我昨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只猫 但是 还看见我它就跑了 我以为它还是跑 躲起来了 这下好了 别说修改设计稿了 人家不直接跟我们解约就不错 杨小辰 我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打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对不起 刘总 对不起 朱总 我知道这次是我做错了 再给我一些机会 我尽力去挽回好吗 你怎么挽回啊 你还嫌自己惹事不够大吗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还能再做什么 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吗 小辰 朱总啊 对待新人 我们应该宽容一些 这样吧 小辰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 你再不救不了的话 请你离开公司 谢谢刘总 谢谢刘总 谢谢朱总 何总那边 你说了吗 这么大个事 我敢不说吗 他什么意思 把猫给吓丢了 把猫给吓丢了 真是 赔了夫人 又折兵了 你说他这附近真的能找到那只猫吗 刘总说 刘总说卓元养那只猫养了十几年 一只老猫 他肯定很练家 不会走远的吧 练家为什么还要偷跑啊 你说他是不是发情了 公的母的 我刚才就应该在买猫罐头的时候 抱一只异性过来引诱引诱他 我刚才知道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而且再说了 猫的一岁就相当于人的十五岁 这十几年的老猫 不就是百岁吗 对 还会发情人 好 来 给我点罐头 猫是绝对抗拒不了这个罐头的吸引 咱俩分头行动 如果找到的话就打电话 会合好不好 不用 姐 来吧 你去那儿 我去那儿 先生 这儿 找到了啊 你看 不是 是不是这只 我看看 这品种对颜色也差不多 但是他的那只好像比这个胖啊 啥呢 不是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呢其实就缺个倍 而且 他丢了我们 陪他一只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 你不试试看 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走 试试看 走 你们俩什么事啊 喂 您好 那个 听说您家昨天丢了只猫 是不是这只啊 嗨 什么事啊 这也不是老孙 不是你 再找找吧 走吧 先把他放掉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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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晓晓 你 你确定就是这只吧 应该是吧 挺胖的 你叫他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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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理你了 不管了 先开始试试吧 又干吗呀 卓先生 您看看这是是不是 您把他转过来 我看看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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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菜叫 不对 那个老孙后脖子有个黑点 这个没有 这不是老孙 黑点 好麻烦啊 还不是你 不是 你别泄气啊 要不咱在那儿会不会 点黑点啊 你快别胡说八道了 继续找吧 不不不天啊 快黑了 咱明天再找吧 不行 必须今天找找 走 等会儿 你 你手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 咱们就没事了 你手都这样了 走 先打疫苗去 不是打 不 放手 你看 就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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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这不是刚才那是吗 你看他脖子后面 你那儿还有猫罐头吗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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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去拿 去去去去 去去 就剩一个了 就剩一个 给他 打开 来 孙子 老孙 孙子 老孙 老孙 老孙儿 老孙儿老孙儿 这儿猫罐头 老孙儿 靠近点 你说他为什么不过来 你看他这脾气 是不是跟那个卓元一模一样 那肯定就是他 卓元那么喜欢他 肯定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呗 他能稀罕你这猫罐头 不好是 等会儿 你干吗 看我啊 抓呀 是 他会被跑了 喵 喵 喵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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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又来了 喵喵 来 这儿你看啊 猫呢 我是给你找回来了 看清楚了 来 来 这脚子这儿 这脚子怎么在这儿的 还真是老孙 那行了 老孙儿你进来吧 我来我来 快 行了 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们可以走了 喵喵喵喵 我们俩花了几个小时 今天不帮你找了 你们介绍怎么出来的 还有 你看 你看清楚了啊 我女朋友 这都是被猫挠的 就是对了帮你找的男人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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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猫 是你们自愿给我找的 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帮助我 是不是 再说了 我也没说 找着猫之后 我会答应你们什么事 是不是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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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 你 你瞎了你 你别管我 我跟你说我今天必须得给她说清楚了 你 你开门 开门 不开门我进去了 我翻进去了 你扎门喽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是在故意耍我们对不对 你的猫根本不会丢 你养了它十几年 它要是丢的话 你 你能这么拉门在家做什么 我看你啊 根本就是 就是不想改设计稿 行 行 谢总 下了吧你 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这个情况 我必须得跟我妈说一声 你呢 不想合作大不了就不合作嘛 我们深思根本就不缺你这单生意 我觉得你呢 根本不是不想改 你呢就是家郎财劲了 改不出来 开 门开了门开了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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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金匠法可以吗 你是侯月真的儿子 是又怎么样 别生我的气 我就是这么个俊老头 坐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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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坐 你知道 你妈妈为什么不亲自来找我妈 因为我妈很忙 因为你妈知道 就算她亲自来了 她拿我也没辙 我们俩这么多年就是这个关系 不过你们俩人这个执着的劲 倒是让我很钦佩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你回去跟你妈说 我不缺钱 设计也不是为了钱 我更不在乎 那个深思集团 是不是要继续和我合作 不用拿她来说事 那聊什么 我走吧 朱先生 我看得出来 您有很多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您夫人 这些都是您对她的爱 其实您让我想到了我父亲 我父亲是个手艺人 他是个木匠 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经常给我和我妈妈 做一些物件 这些东西也都是源自于 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特别理解您 我知道 我们因为生意 要求您修改您的设计方案 是个很为难的事情 也是个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 我决定放弃了 不是 晓晓 我决定放弃了 是什么 你说啊 你理解我 其实你们还没有到 能理解我的年龄 你们怎么能体会到 一个朝夕与你相处的人 突然离你而去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还是问你 周先生 我为什么会说我特别理解您呢 因为我父亲 我曾经在四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也离世了 我曾经一度都沉浸在 我父亲离世的痛苦中 我对生活都绝望了 对很多事情 我都打不起精神 提不起兴趣来 可是 人活着生活 就还是要继续呀 虽然我们背负着伤痛 可是依然要往前走 这样才会让 在世界另一边的他们 不担心 今天 我们打扰您了 实在是抱歉 再见 不是 走吗 你绑子 绑子 绑子被猫抓了 这边请 谢谢 嘿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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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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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好 Lily Lily是马斯莫维塔 谢谢 提供李维亚 谢谢你的花 这是设计 好 对不起 嗨 我对不起 李维亚 这是新设计 你必须设计 好 让我看看 杨晨 你搞什么 别告诉我你自己改的 不是 那是朱老师亲自设计的 怎么可能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你觉得我们可以卖吗 我们可以卖还是不 这是新设计 你认识 你认识通话吗 我认识通话吗 我认识通话 我认识通话 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你认识通话 其实是很好的工作 是的 他们试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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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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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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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工作 谢谢 我的幸福 对 谢谢你 对 真的 谢谢 我的幸福 谢谢 Olivia 我的幸福见到你 我希望你一天到英国 留在我的家 我希望你再来 欢迎来到中国 我的幸福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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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过来 卓元把新改的设计稿 寄过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我刚才看见那两个老外 一脸满意的样子我就知道 你们谈成了 跟着 朱迪那张臭脸我就明白 肯定不是他的功劳 你说卓元这个老顽固 还算有点良心啊 回头我一定跟刘叔叔 让他好好奖励一下 那到时候分你一半呀 我不用 我过去上班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中午一块吃饭 算是庆祝一下 吃什么 一定 我回去了 去吧 好 好 我知道 这顿饭吃得真开心 平时跟我吃饭委屈您了 不委屈啊 吃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情 我们晓晓一来公司 就签了这么大一笔合同 又给我赚了一大笔彩礼钱 彩礼你个头啊 谁说要嫁给你了 迟早都是要嫁给我的 如果我们晓晓再在公司 这么继续优秀地表现下去 那我妈肯定把你挖到我们家 做我的贤内助 我这么优秀 难道不是应该你当我的贤内助吗 没问题啊 都什么年代了 谁做都一样 在我们家 就是这个传统 我爸就是我妈的贤内助 你怎么越说越不害臊 怎么了 没事 我下午有个会 你先回公司吧 那我先回去了 就这么走了吗 拜拜